在这儿 你的小鼻子虫啊 有损我高大威武的形象 我现在可是你的学长 是啊 大画家 不过 我还是喜欢我们这些 小时候的谈画 我也是 瑶瑶没找到 却有意外收获 你想表达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此时此景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小露露 你可别不当回事我跟你说 作为兄弟 我可是为你拿到了 这人的第一手资料 不是 我跟你说 这次你可遇到境地了 这个左思辰 美术天赋卓越 刚入学半年 就被国外的名校看上 成了下落历史上 最小的跨国交换生 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跟你说人家这三年 举办过个人画展 还登上过业界杂志 最近还被你们故事的 GS服装大赛邀请做了评委 虽然你是下落之工 但俗话说得好啊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人家可是跨国校草的 说完了吗 你 你怎么一点 危机意识都没有 你看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你仔细看 你看这照片 一看就不简单啊 你当时没在场 我跟你说 他们小时候就认识而已 你知道啊 原来 那更晚了 你 你这直接输在 起跑线上了 这儿 小时候 小时候 有时间威严耸听 不如去解决好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 洛洛洛洛洛 我可是为你好啊 那个骚年 又帅又时尚 是个女孩都会心动 你可小心点 一会儿月时间 等一下 好 来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可爱呀 小样啊 嗯 过来 嗯 先试 拍 没事 再来 没事 再来 来 咱们这次抓这个 好 抓 不愧是我下顾面子 果然厉害 那什么奖励吗 那什么奖励吗 抓个娃娃还是有偿服务啊 什么奖励 我会得多请考虑 好 快问快答时间 好 今天干什么 上课 设计心狂 可罗老师奖 还有呢 啊 我看到那个左思辰了 就是咱们在咖啡厅 遇到的那个 他特意来找你的吗 不是啊 特别强 他就在我们学校 美术系上课 以前呢 他特别胆小 但是现在超厉害 还得了那个 威尼斯少年展的奖 那可是 所有艺术人的梦想啊 我对别人的事 不感兴趣 你去哪儿 回家 要来的是你了 要走的也是你 现在的男孩子啊 真是